我和孟参云亲热时,房门突然被撞开,一个提着长刀的男人闯了进来,我慌里慌张地往孟参云怀里躲,孟参云赶紧掀起被子把我裹盐时,谁能告诉本公主这是啥情况,和自己名媒正娶的夫君在自己的卧房里亲热,怎么还搞出了偷惠的感觉? 护卫们都哪儿去了?我把眼睛露出被窝,仔细瞅了那不速之客一眼,然后一把扯住孟参云,制止了他拔剑的动作,北,北明。 我惊慌地盯着眼前的男人,周身沸腾的热血瞬间凉了下来,来人竟是我那王夫,定南将军齐北明。 据国皆知,五年前,他死在了脚除海寇的战场上。一张小桌,孟参云坐我旁边,齐北明坐我对面。 剩下正午时分,凉气却一刻不停地在这房间里翻来滚去。 那个,北明,你可不可?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始对话,就想亲手给齐北明倒杯茶。 手一抬,抬不起来。 孟参云在桌下把我的手钻得死紧。 哈,小叶,我招呼我的贴身侍女,给北明倒茶。 躲在门外的小叶,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 我使劲弯了他一眼。 死丫头,没义气,要命关头把本公主一个人抛在这里。 还有那些护卫们,一见齐北明就纷纷倒戈。 眼看他提着刀往本公主房里走,竟然一个赶拦着的都没有。 当年,他们的确是齐北明的兵,但现在可都是本公主的护卫啊。 我正气恼地盯着门外那帮耸耸,齐北明疏地开口。 严芳瑶,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他远眼一瞪,给我吓一哆嗦。 孟参云揽着我的肩膀安抚,道, 齐将军,请你说话声音轻一点,不要吓到我夫人。 他还嫌局面不够混乱吗? 我轻轻踹了他一脚,他的另一只手立刻贴在了我的腰上。 我最怕痒,这下就像被制住了命门,一动也不敢动了。 齐北明拳头一握,顿时杀气横生,你是什么东西? 滚出去。 孟参云微笑,在下,御史忠诚,孟参云。 齐北明勉强压了压怒火,毕竟没人愿意惹到御史台的人。 于是他的矛头自然又转向了我。 颜芳瑶,你以为我死了,改嫁我不怪你, 可你守桑期满不到十天就跟他成亲了。 你说,居桑期间,你都做了什么? 我用文字式的声音道,是皇兄替我选的,不是,啊,我。 腰上软肉被捏了一把, 我很命一抖,强忍着没敢叫出声。 原来如此,齐北明道,那我如今既然回来了,陛下就该把他收回去了。 孟参云冷笑,齐将军以为我见吗? 说抽就抽,说收就收。 齐北明疼得站起,孟御史如果不服, 不妨跟我一同前去,恭请圣财。 孟参云拂衣起身,将军请。 望着他俩远去的背影,我一个头两个大。 谁能想到,齐北明当初重伤沉海, 竟然没死,飘到孤岛上困了五年, 又被伤传救回。 一个是尽忠报国战功赫赫的将军, 一个是朝野上下文之色变的建臣, 皇兄谁都不敢惹, 十有八九还得把难题抛回给我。 我可怎么办呢? 我紧急召集小叶和奶娘商议对策。 奶娘,公主和她们分别成亲三年都无所出, 也不知道是不是谁的身子有问题。 所以老奴建议都留下来, 确保怀得上才是。 我擦汗,奶娘,照你这说法, 应该是我的身子有问题。 奶娘还想说,小叶抢过话头, 她俩随便哪个都很可怕, 您还要都留下。 当,当然了,如果公主愿意, 奴婢自然不怕, 但公主吃得消吗? 我疯狂摇头, 即使我同意, 我的老妖也不会同意的。 她们两个叽叽喳喳, 一下午也没商量出个结果来。 深夜, 探子来报, 那两位终于离开了皇宫。 我躲在奶娘房里, 要求她掩护我一夜。 奶娘无情拒绝, 还把我从衣柜里拎出来, 为了孩子, 公主就听老奴的吧。 奶娘我要不好。 奶娘拉开房门, 问我, 公主受风何地? 我不懂她, 怎么突然问这个, 骑呀。 奶娘笑了, 对了, 公主这就是骑人之福啊。 说完就像丢垃圾一样, 把我丢了出去。 奶娘喂, 成语不能这么乱用的。 我胆战心惊地往卧房里溜, 琢磨着趁他们回来之前, 先把房门锁了, 好歹先睡个安生觉再说。 不料, 我一推门, 就见两个男人手执兵器相对而立, 一个横眉树木, 一个满面冰霜。 齐北鸣酒精沙场, 自不必说, 孟参云虽是文官, 却押好剑术, 含有敌手。 这要打起来, 我这小小卧房还能要吗? 我给他们作医, 二位夫君, 有话好好说, 先把兵器放下。 两人同时转头, 琪琪大声质问, 谁是你的夫君? 我捂住耳朵瑟瑟发抖, 觉得自己仿佛看了一出真假美猴王。 二位大人先坐, 我赶紧改口, 同朝为官, 怎可刀剑相向。 两人又对峙良久, 终于, 孟参云先收了剑。 他来到我身边, 把我牵到一旁坐下, 深云都听公主的。 声音温和, 吓得我抖了三抖。 齐北明鄙夷地看着他, 满脸写着本将军 才不屑于使这些 尚不得台面的小伎俩。 然后收了刀, 坐到我另一边, 脑袋往我肩头翼翼, 北明也都听公主的。 声音温和, 他自己先抖了三抖。 不过他们倒提醒我了, 我才是公主啊。 他俩不论谁是驸马, 都得听我的。 于是我挺了挺腰, 轻了轻嗓子, 严肃地问道, 那个刚才皇兄怎么说的。 齐北明恼怒地哼了一声。 孟参云温柔地注视着我, 陛下说, 公主已经长大了, 这点小事应该能自己定夺了。 好好好, 真是我的亲皇兄。 我生无可恋地抬头看房梁, 默默计算着想把白铃挂上去, 要使多大力气。 孟参云扒了下我的脑袋, 说, 若是公主实在难以决断, 参云受些委屈, 留下其将军, 倒也无妨。 我瞪圆了眼, 继而他微笑道, 只是参云绝不作小。 我尴尬又不失礼貌地笑道, 呵呵, 没想到御史大人竟如此大度, 不过, 想得倒霉, 幸好, 齐北明并不同意。 我正在心里感谢齐北明, 就发现我好像谢早了。 来人, 齐北明冲着门外一招手, 一整天都东躲西藏, 不敢见我的护卫们, 一瞬间就整整齐齐地列队站在这里了。 齐北明, 我和公主要安歇了, 把闲杂人等清理出去。 护卫们一窝蜂地涌上前, 驾着闲杂人等孟参云就拖出了房门。 人太多, 孟参云毫无还手之力。 嘴还被捂了个岩石, 连句骂声都没留下。 我感觉大事不妙, 也想开溜。 刚到门口, 门就砰得关上了, 还从外面上了锁。 我懂了, 这根本不是我的公主府, 而是齐北明的将军府。 还站在那儿, 不放心他, 身后, 齐北明冷冷道, 他们有分寸, 五不死他。 哈, 不是了, 我就是看看, 啊, 门锁好了没。 说着, 我把里面的门栓也插上。 白天吵吵闹闹得还好, 如今只有我和齐北明共处一室, 我还真有点不敢面对他。 我深呼吸了两次, 才慢吞吞地转过身。 竖在面前的高大人影, 吓得我腿一软, 贴着房门就往下出溜。 在我坐到地上之前, 齐北明捞住了我的腰, 把我按在门上, 凶狠地吻了下来。 我抓住一切时机, 努力换气, 断断续续地说, 北明, 这几年, 你受苦了。 见我快憋死了, 他才停下来, 捧着我的脸, 低声道, 这几年再苦, 也苦不过听说阿瑶火速改嫁的那一个瞬间。 如果早让我得知此事, 我可能根本支撑不到获救。 我垂下眼睫, 对不起。 他吻去我的眼泪, 就把我打横抱起, 向卧榻走去。 和他平日里说一不二的性格相符, 床子之事上, 他也喜欢我顺从他。 所以, 一被他放到榻上, 我就乖乖躺平, 捏着被褥。 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然而过了好半天, 他都没什么动静。 我睁开眼, 发现他已经在我旁边十分板正地躺好了。 见我奇怪地看着他, 他道, 在你做出决断之前, 我忍得了。 我顶着发烫的脸躺了下来, 但我警告你, 你只能二选其一。 我焦虑地挠了挠头发, 他吃得笑了, 像哄孩子睡觉似的拍了拍我, 我把这五年的经历讲给你听。 听说孟参云在柴房里被捆了一宿, 可见这些无法无天的护卫们对他的积怨有多深。 原本这帮人就都是齐北鸣的旧部, 对新来的驸马有天然的敌意, 他接受公主俯后, 还强迫他们个个读书识字, 考核不过还打板子。 如今给人家撑腰地回来了, 他不挨收拾谁挨收拾。 我起床的时候, 两个人已经都去上潮了, 到了散潮时间, 却只有孟参云一个人回来了。 我也不敢问齐北鸣哪儿去了, 就笑着迎上去问他累不累。 不仅累, 还疼孟参云委屈巴巴地把腕上的勒痕给我看, 方方给我吹吹, 我就凑上去吹了吹, 谁知道他更委屈了, 以前我受伤, 你都会给我亲亲的。 我为难地看了看周围虎视眈眈的护卫, 怕他们, 他大笑, 不必了。 说完他一招手, 就见一大群身着短鹤之人手持利刃冲了进来。 苍天, 我怎么忘了, 孟参云有个开标局的好友, 这帮人论其武力, 未必比不上那些护卫。 孟参云尊敬告诫, 武学切磋, 点到为止。 待双方开打, 他就搂着我往卧房走。 我略施小计, 把齐将军困在了宫里, 他面有得色, 趁他没回来, 咱们赶紧的。 我一步三回头地关心着战斗情况, 还没走到房门口, 就看到齐北明气势汹汹地回来了, 提着刀就往这边冲。 孟参云也看见了, 咬牙切齿地道, 算他能耐。 说罢就提剑赢了上去, 得嘞, 该打的架总还是要打。 两人都在气头上, 怎么拦也拦不住, 我干着急了半天, 转身爬上墙头。 都给我助手, 我大吼。 我几乎从来没有发过火, 这下, 无论是齐北明和孟参云, 还是公主府护卫和镖局镖师, 都停了下来。 都给我听着, 我怒道, 现在, 这个公主府里, 之所以这么乱, 都是因为有一个多余的人。 齐北明和孟参云互相瞪了一眼, 那就是我。 你们慢慢打, 本公主先走为敬。 说完, 我就从墙头的另一侧, 跳出了公主府。 我跑到皇宫, 求见皇兄。 大太监刘公公为难地告诉我, 皇兄说在我做出决定前, 都不会见我了。 然后他会声会色地给我讲起, 昨天齐北明和孟参云一起面胜的情况。 齐北明, 微臣为了设计九死一生, 侥幸回京却发现有人揪却巢。 微臣赤胜忠心, 却保不住自己的爱妻, 实在气愤难平, 还请陛下为微臣做主。 皇兄, 应该的, 应该的。 啊, 孟爱卿, 你看哈, 凡事都要讲究个先来后道。 齐将军上方摇在先, 他既然已经回来了, 你是不是应该? 孟参云, 齐将军功勋卓著, 微臣自愧不如。 若是陛下执意让公主修弃微臣, 微臣也无话可说。 待收到修书, 微臣就到江南去, 看看陛下的新观景楼, 见到第几层了。 皇兄, 哈哈哈哈, 爱卿玩笑了。 方摇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婚姻大事应该让他自己做主。 我沉痛地叹了口气, 麻烦转告皇兄, 妹妹连累他受苦了。 如今我也不为难他拿主意了, 请他借我点禁卫帮个忙, 可以吗? 带了禁卫回家, 本公主终于拿回了公主府的掌控权。 第一件事, 功不加规。 不许打架, 不许干涉他人自由, 不许采取强迫、 威胁等手段 要求本公主做任何事, 为者停仗二时。 你们两个住到东西厢房去, 谁住哪里抓就决定。 记住了, 谁都不许逼迫本公主 去你那里过夜, 否则打屁股哦。 说完, 我一溜烟跑回了自己的卧房。 锁好门, 大叔一口气, 身心俱皮下, 我早早就睡了。 醒来十天还黑着, 我拽了拽被子准备继续睡, 突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转头往左一看, 其北明。 转头往右一看, 梦参云。 啊, 我的惨叫声吸引了企业的奶娘。 她慌慌张张地推开门, 看到眼前的场景, 当即热泪盈眶。 好好好, 你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 两个祸害也醒了, 一人抓了我一只手。 其北明, 我们没有违背哪条家规吧? 梦参云, 决定谁左谁右的时候, 我们都没吵架。 我, 看来如今二位相处得很是和谐。 梦参云, 都是公主, 至家有方。 其北明, 但你只许二选其一。 我抱着被子下了床, 这里让给你俩, 本公主去住厢房。 说完我命令禁卫, 把门锁好, 盯紧了, 今夜他俩谁也不许走出这个房间。 在我的雷霆手段下, 他俩终于都不来招惹我了。 但二人之间的战争始终没有停歇。 其北明加紧练武, 扬言终有一日要把孟参云打到自行退出。 孟参云一笑置之, 手底下每天出产一本《弹河其北明》的奏章。 闹吧, 他俩闹得狠了, 才不会来闹本公主。 日子就这样安安生生地过了一个月, 皇兄崩溃了。 他命令我十天之内务必做出决定, 发的还是个密诀。 皇兄啊皇兄, 你怎么能这么怂? 只敢欺负我这个弱小可怜无助的妹妹。 烦恼使人失眠。 这夜我辗转反侧到三更, 干脆起床散步。 穿过一条小镜时, 突然被人捂住嘴, 抱到了假山后。 我惊恐地挣扎着, 黑暗中却传来了那人的声音。 别怕, 是我, 他松开了我, 对不起, 我实在太想你了。 密密扎扎地闻, 紧接着就落了下来。 两久, 我把头埋在他的胸口, 闷声叹了口气。 我也好想你。 十八岁那年, 为了嫁给齐北明, 我在父皇的寝殿外, 跪了整整一宿。 父皇一向溺爱我, 那是他唯一一次 对我那么狠心。 天亮时, 我再也支撑不住, 昏倒在地。 父皇亲自把我背进殿, 守到我醒了, 流着眼泪跟我说, 瑶瑶, 你要什么父皇都可以给你, 你何必? 我抿了抿唇, 哑声道, 女儿要齐北明。 父皇实在拿我没办法了, 只好下旨赐婚。 新婚夜, 齐北明不解地问我, 末将和公主素未谋面, 不知公主为何会倾心末将? 他把姿态放得很低, 可大概是在沙场上待久了, 身上还是不自觉地显露出一点肃杀之气。 我有点怕他, 颤声道, 我经常听他们讲起你的故事。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英雄。 文言, 他目光灼灼, 握住了我的手, 定不负公主垂青。 洞房花竹叶, 我哭到嗓音全哑, 抓花了他整个后背。 齐北明慌了,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对, 为此还按戳戳地找了些见不得光的书画来学习。 他的确不会温柔, 但他很努力地想要取悦我, 进步也很快。 可我还是次次枯湿枕头, 在他背上留下道道伤疤。 这其实与他无关, 是我自己深埋心底的不甘, 在那些时候难以控制地翻腾起来。 我有清心好多年的人, 那个人并不是他。 我认识孟参云的时候, 他还是一介白衣, 有个燕山公子的别号。 父皇为帝暴虐, 越是忠臣, 越往往不得善终。 一些有才之人隐居不适, 距于山中, 诗酒畅和。 专写一些要命的诗, 孟参云是这些人的主心骨, 这不是因为他年龄最大, 不是因为他诗写得最好, 也不是因为他号召力最强, 而是因为他最擅长逃命。 父皇派人抓一次, 他就带着大家溜一次, 次次都能化险为夷, 换个地方继续犯上。 我那时还只有十五岁, 听人说那些贼子的首领 燕山公子是个文采风流美少年, 好奇极了, 就瞒着父皇溜出宫去看。 他们的所在地不是秘密, 只是不易接近。 为了避免惊动他们, 我把随从都留在山下, 独自一人登山。 爬了没一半, 就被埋伏的大网都到了半空中。 直到深夜, 孟参云和他的大小伙伴们 才打着灯笼, 嘻嘻哈哈地来到了我面前。 彼时我已经被远方的狼嚎 吓得哭了好几场。 大概他们本以为又是官兵, 看到来人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姑娘时, 都很是意外。 可这小姑娘衣着华贵, 明显也不是附近的山民。 小丫头, 孟参云摇着扇子走近我, 你是什么人? 我抽气着, 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我是齐国公主, 名叫颜芳瑶。 她于是大笑起来, 昏君手下没人了吗? 怎么把女儿派来了? 彼时我被她好看地笑迷了神志, 完全没意识到她这是在骂我父皇。 大概也是因为, 我也知道自己的父皇的确是个昏君。 如果不是昏君, 又怎么会因为一点小事, 就要灭掉世代中良的齐家? 齐北明的父亲奉命去给 父皇的宠妃捕捉灵兽, 一时失手将灵兽打死。 宠妃一哭闹, 父皇便将齐北明的父亲、 爷爷、 小叔都下了大雨。 他还要求此事密而不宣, 完全封锁消息。 因为当时齐北明还镇守在南疆, 父皇借故召她回京, 准备一同处死。 在她抵京之前, 她的爷爷在狱中 托人给我递来一封秘密书信。 求我舅舅她唯一的孙辈 给齐家留下一点血脉。 他说, 父皇一向溺爱我, 现在只有我的话, 他才听得进去。 齐家对于朝廷意味着什么, 我比父皇还明白。 所以, 齐老将军的嘱托我 必然全力以赴。 可是, 父皇也并非宠我宠到不顾一切。 他最痛恨女子干政, 更何况齐家父子下狱的事 尚在保密之中, 我若是贸然前去劝说, 恐怕连自己也要送命。 他会宠爱的是一个 没有威胁的女儿, 而不是一个探听秘密, 干涉决意的女儿。 思虑再三, 我只好前去请旨赐婚。 幸运的是, 父皇被我一闹, 怒气消了大半, 不仅没有处罚齐北明, 连下狱的齐家父子 也一同释放了。 走到这一步, 我就唯有和齐北明 做一对恩爱夫妻了。 若是父皇知道 我骗了他, 后果不堪设想。 任命后, 我给孟参云写了诀别信, 打算从此专心做 齐北明的妻子。 也因此, 我请求赐婚的真实原因, 我决定瞒着齐北明。 既然这一生 都已经注定绑在一起, 我又何必让他日夜背负 对我的沉重愧疚呢? 我本以为 日子会这样一直过下去, 不料他会死在海战之中。 当初他出征没多久, 父皇就去世了。 皇兄继位, 昭贤纳氏, 孟参云等人陆续应召入朝。 齐北明的爷爷知道 我有心上人, 他怕我不便开口。 所以丧妻一过, 他就去替我请皇兄赐婚。 皇兄更是知道 我的情之所终, 当即就降了纸。 四天台一算, 说七日后就是大吉之日。 所以, 出了丧妻没十天, 我就和孟参云完婚了。 谁也没有想到, 齐北明还会回来。 此时此刻, 假山之后, 我贪恋地 嗅着孟参云身上 熟人的浅香, 心里难过极了。 当年形势所迫, 我尚且体会了一番 撕心裂肺, 才狠心与他诀别。 如今无人相逼, 我怎么忍心 再次离他而去? 更何况, 我们已经相守了三年。 知晓了幸福的滋味, 谁还愿意回头呢? 可我也不知道, 怎样才能对 齐北明说出不爱? 那三年中, 他对我堪称全心全意, 如果不是没有翅膀, 他一定会尝试 帮我摘下月亮和星星。 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们出游时 遇到了山匪。 敌众我寡, 为了保护我, 他中了好多刀, 还在危急关头 替我挡了一箭。 后来救兵到了, 可齐北明还是险些丧命, 段序昏迷了十余日 才转危为安。 完全清醒后的第一件事, 却是关心我胳膊上 那道急不起眼的小伤口。 这样一个人, 又刚凭着对我的思念 挨过五年的荒岛岁月, 我实在无法对他 说出半个不字。 参云, 我, 我都明白, 我的小公主只是心太软, 你不需要向我解释。 我可以等。 她语气温柔, 说完却恶狠狠地 咬了我一口, 但是这一次, 你休想再丢下我。 没等我纠结完, 孟参云出事了。 她当年写诗骂我父皇, 用的是燕山公子的别号, 常人不知他的真名, 更没见过他的真容, 所以皇兄很顺利地 就找他入朝了。 那些诗歌的手稿 被他一把火烧掉。 按说, 燕山公子应该会 就此消失在人世。 谁料, 有心之人不知 从哪里扒出了 三份燕山公子手稿, 把自己跟孟御史的 一一比对, 从而揭露了他的身份。 他这几年在御史台, 得罪了太多人, 一朝落井, 众人齐齐下时。 满朝文武这次的看法 出其一致, 非要问他个 大不敬之罪不可。 事发突然, 他和皇兄都没有准备, 朝堂之上,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皇兄有心保他, 也被加上了不孝之名。 皇兄和我一样是软性子, 实在宁不过群臣了, 只好当场将孟参云下了大理玉, 还准许闹得最凶的 大理四卿薛芬主审, 然后让刘公公秘密给我传口信。 你如果想选孟玉使的话, 就自己想办法救他, 如果想选齐将军的话, 就没事了。 就没 是 了。 这是一个正常皇帝 说得出口的话吗? 我这皇兄啊, 说英明也真英明, 说无能也真无能。 他英明起来, 可以瞒着天下人, 把一身反骨的燕山公子 弄到身边来, 天天盯着自己批评, 连建个观景楼都要陷高。 无能起来呢, 他真是的重臣被整了, 他自己护不住, 竟然把难题丢给他妹妹。 我要有这本事, 皇位还轮得到他。 我咬牙道, 请公公帮我转告皇兄, 他如果不想当这个皇。 齐北明下朝回来, 刚好听到这里, 一把捂住我的嘴, 把我丢给小叶, 自己去送客了。 我撑着小叶的胳膊, 也还是站不住, 慢慢地蹲到了地上。 齐北明回来时, 我正抱着脑袋痛哭。 他沉默片刻, 大力拉我起来, 雨气有点冷, 别哭了。 我不敢哭了, 却又忍不住, 捂着嘴不住地抽抽叶叶。 他把我抱回卧房, 放在榻上, 还拽过被子给我盖上。 躺好, 冷静冷静, 别让我看你为他哭。 说着他转身, 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冷笑, 我去替你看看他。 我一惊, 连忙扯住他的衣袖, 北明。 他回过头, 嗯。 我哀求地望着他, 不要。 他顿时皱解了眉, 寒怒扶去我的手。 阿瑶, 在你心里, 我竟然是个卑鄙小人吗? 不, 当然不, 我只是。 我当然知道他不是, 我只是意识情急。 我解释不清, 还好他也没有揪着不放。 态度反而温和了些。 我是去找他问清楚情况, 在托人在力所能及的地方 照服他一点。 他耐心解释, 但你也要想明白, 恨他的人太多了。 内心痛急, 我忍泪点头, 谢谢, 北明。 他神色又冷了下来, 一言不发地出门去了。 齐北明走后, 我只躺了一小惠儿, 就起身去了书房。 其实不用他替我问什么, 孟参云的情况, 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被揭发的那些罪状, 全部真实, 毫无虚假之处, 没有什么可以给他脱罪的好办法。 想见到孟参云并非易事, 齐北明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回来。 彼时我还在书房, 一听到他的脚步声, 就把刚写了字的纸换到最下面。 他近前看了片刻, 在写什么? 我指着满篇的永字, 道, 写字静心。 情况怎么样? 他望着我, 面带狐疑之色, 大概是不太相信 我能在两天之内快速镇定下来。 可他也看不出什么异样, 就一开了眼神, 冷声道, 他说照顾你余生的资格, 先让给我了, 但是等你死了, 要和他埋在一起。 我忍俊不禁, 眼泪随着笑声一起爆发出来。 孟参云没有和齐北明说什么正事, 因为他也知道没有用了。 但齐北明为了我, 还是担惊结律, 四处奔波, 虽然总也徒劳无功。 过了没几天, 皇兄召我入宫, 问我有没有想出计策来。 皇兄叹了口气, 告诉我说, 因为孟参云认罪极快, 所以昨天薛芬已经奏请结案, 以大不敬之罪处斩孟参云。 如果你也没有办法, 朕就赐他自尽,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妹子, 抱歉啊, 朕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多谢皇兄, 我微笑, 还请准许妹妹前去送他一程。 出发前往大礼狱之前, 我花了两个时辰梳妆打扮, 还挑选了孟参云最喜欢看我穿的那件衣裳。 出了门, 掀开车脸, 我一愣, 北明。 齐北明拍了拍身边的座位, 我陪你去。 我听话地坐过去, 笑道, 不放心我。 你太冷静了, 不对劲, 他直视着我, 沉声道。 怎么, 怕我跟他一起死, 我笑道, 我跟你保证, 绝对不会。 他认真地盯了我半天, 点了点头, 那就好。 一踏入大礼狱, 浓烈的血腥之气就扑面而来。 在气味最重的一间牢房里, 我见到了孟参云。 他在凝固的血泊之上, 积聚而坐, 看见我时, 才稍稍改换了坐姿, 向我伸出双臂。 我知道他站不起来了, 忙飞奔过去, 跪坐在他面前。 他死死抱住了我, 我却迟迟不敢回报。 满身血痕, 无处落手。 来之前, 我早有预料, 如今真的见到他, 却还是心疼得五内俱崩。 我从石河里 拿出我亲手做的点心, 还有两杯 我们一起酿制的桃花酒。 他絮絮叨叨地交代着身后事, 大都是关于我的衣食住行, 有关他自己的少之又少。 说到最后, 他瞥了手在牢门外的 齐北明一眼, 撇着嘴道, 齐将军虽然比我差多了, 但也还凑合, 你跟他好好过日子, 没个五六十年的, 不许来找我。 我笑着把酒递给他, 知道了。 引进杯中酒后, 他拿我的帕子擦了擦手上的血, 就捧着我的脸吻了下来, 边吻边委屈巴巴哼哼唧唧地哭道, 我说的是真心话, 可你答应得也太快了, 我好难过, 你赶紧哄哄我。 我正打算哄他, 外面却忽然传来了脚步声, 我恋恋不舍地和他分开, 转头望去。 来人是大理四清薛芬, 和端着刺死三件套的刘公公。 刚才还在哭唧唧的孟参云, 瞬间换上了一副 准备慷慨负义的表情。 劳烦薛大人亲来相送, 他冷笑, 孟参云明日必大理以报。 说罢, 他对着刘公公一招手, 端来。 薛芬神情严肃, 一言不发, 然而嘴角那抹隐约的笑痕, 仍暴露了他的得意。 我站起身, 挡住了孟参云拿毒酒的手。 薛大人, 我冷眼看向薛芬, 敢问, 若是您断了冤玉, 该受何惩处? 此话一出, 在场之人无不变色。 薛芬用阴毒的目光打量着我, 道, 长公主的意思是, 本官冤枉了驸马。 我断然道, 对, 薛芬细起眼眸, 人犯已经认罪化压, 长公主若是没有铁证, 还望慎言。 我笑道, 若是我找到了那些诗文的真正作者, 便不算胡言了吧。 我, 我微微抬高下巴, 本公主此番, 是来认罪的。 身后, 孟参云一把揪住了我的衣袖。 我转过身, 正对上他精具的目光, 他嘴唇吸动, 反复说着方方, 不行, 怎么之类的词语, 却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 看来, 桃花酒里的雅药, 起笑得正是时候。 我淡笑俯身, 在他额头落下最后一吻, 巧声道, 把你伤成这样的人, 一个都别放过。 每个五六十年的, 不许来找我。 薛芬百般不愿, 仍不得不重新升堂。 我迈进公堂的前一刻, 齐北鸣按住了我的肩, 皱眉对我摇了摇头。 对不起, 北鸣, 我拍了拍他的手,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薛芬和两个同审此案的人 并排而坐, 时而看我, 时而交换眼色。 半上才问我, 长公主, 你如何证明, 那些大逆不道之作, 是出自你手。 我道, 听闻此次发现的手稿, 是未曾流传过的几手, 但大人任意说出开头两字。 我都能接上, 书过, 书过千干竹, 严功一字多。 薛芬的脸色更难看了, 他没有再让我接下一手, 而是道, 会被说明不了什么, 毕竟你二人成婚已久。 的确, 但我还能写, 我微笑, 笔墨伺候。 很早很早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孟参云的字, 模仿得时辰相似了。 这是还得从初遇那天说起。 那天, 可怜巴巴的我被都在半空中好几个时辰了, 孟参云这个魂球不赶紧放我下来也罢, 还要故意逗我, 说被父皇派去抓他们的人, 都会被他们煮了吃掉。 我那时虽然已不算太小, 却还是颇有些傻气, 听他这么一说, 吓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口齿不清地反复说着我不好吃, 不好吃也可以喂狼。 我哭得更惨了。 那你倒是说说, 你是来干什么的? 听说你长得好看, 特意来看看, 这可让我怎么说得出口? 我支支吾吾地不说话, 只是越哭越大声。 后来孟参云说, 当时我的脸红得像个大石榴, 他到底没忍心让我把嗓子哭吠了, 就赶紧把我放了下来, 领我去到他们的住处, 给我吃的喝的, 把他自己的卧房腾出来, 给我过夜。 第二天, 他还亲自把我送下山。 然而没过几天, 我就又挂在半山腰的网兜里了。 一来二去, 孟参云就把躲避陷阱的方法交给了我, 于是我更加频繁地去找他。 他们每天除了耕作, 便是作师骂我父皇。 我知道他们骂得都对, 可仍然不爱听, 便自己躲在孟参云的卧房, 等他回来。 桌子上堆着他的手稿, 内容我不喜欢, 却爱极了他的字。 于是我就模仿起他的字迹来, 只是模仿的时候, 有意打乱了字的排列顺序。 但我记性很好, 尽管如此, 也还是不小心记住了他的每一句诗。 从十五岁到十八岁, 整整三年, 我和他情好日密, 我模仿他的字也越来越像。 入室之后, 孟参云并非全为防备, 也有意把字写得和以往不同, 只是区别还不够大。 而我是特意练过的, 可以写和燕山公子一模一样的字。 这几天, 我躲在书房里日夜练习, 基本找回了手感。 所以现在, 我笔下的字, 比孟玉史更像燕山公子。 薛芬等人一看, 脸就黑了个彻底。 驸马情深, 替我顶罪, 我不忍贪生畏缩, 故自来出手。 我转头看向孟参云, 他口不能言, 腿不能立, 上身又带了家, 想阻止我却无计可施, 只能泪如泉涌地望着我, 不住地冲我摇头。 我很下心来, 不再看他。 薛大人如果没有遗义, 便把贡状给我画鸭吧, 我回过头, 刘公公。 我选赌酒, 烦请转告皇兄, 方瑶有父父兄爱众, 今日便以死谢罪。 刘公公站着不动, 为难地看看我, 又转向薛芬, 薛大人, 还是赶紧请求圣财为好。 若是让皇兄来定夺, 他肯定会保我。 趁刘公公与薛芬说话分神, 我快步上前, 抢过毒酒, 试图先行引下。 酒杯堪堪沾唇, 一只大手突然死死 牵住了我的手腕, 用力一抖, 杯子匡郎落地。 我惊慌抬头, 对上齐北鸣冷峻的目光。 北鸣, 他不理会我的称怪, 将我往后推了两步, 眼神示意随从看住我。 然后他走向一旁, 拿起我刚刚写下的诗句, 抬头对薛芬冷声道, 这时哪里大逆不道了? 薛大人借此陷害孟玉使不成, 又想残害长公主吗? 意外频发, 薛芬有些沉不住气了, 语气不善地道, 具体款, 此诗作于成齐十八年十一月初三, 是中大不敬之意, 昭然若揭。 其将军不通文末, 还是不要智慧了吧? 成齐十八年十一月初三, 是父皇的嗜好公布的那日。 孟参云当时还没入室, 听闻此事, 写下了那句书过千干竹, 言公一字多, 说父皇的过错庆竹难书, 而功劳用嗜好哪一个字来评价都太多了, 以此讽刺理官给父皇意定美事。 其北明冷笑一声, 我是五官不假, 却也不是睁眼瞎, 区区一手破诗。 难道还看不明白? 书过千干竹, 是说孟玉史长余文章, 写完过上千竹简, 言公一字多, 是说孟玉史的文章很实用, 其功绩如果用一个字来评价, 那就是多。 下, 还能这样解释? 其北明说完, 将纸团成一团, 转头扔在我的脚下, 瞪眼道, 这是长公主写给孟参云的情诗, 就写于我出征不足半月之时。 言方瑶, 你宁死也不肯跟我说实话是吗? 明知他是在演戏, 我却真情实感地懒然低头。 因为在那之后不久, 我受皇兄所托去劝孟参云入室, 确实和他见了一面, 否则也不会见过这首诗。 随后, 其北明把作为证据的另外两份手稿, 也歪解了一通。 薛芬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气急败坏地道, 可那手稿上明明署名燕山公子。 崇明没见过吗? 其北明大声道, 我军中有条狼犬名叫薛芬, 莫非竟是足下分身。 薛芬仗红了脸, 刘公公扑斥一声, 又赶紧抿唇强忍。 这时, 门外却传来了一阵放肆的笑。 我匆忙转身, 只见皇兄大步走来, 边走边笑道, 其将军所言甚是。 死去的心这时, 又在胸膛里, 碰碰碰作响了。 我望向孟参云, 眼泪夺眶而出。 原来, 其北明看出我要顶罪后, 就立即派人去请皇兄了。 他说, 在证明了我才是手稿作者后, 我其实不该急着赴死, 因为薛芬等人恨的是孟参云, 不是我。 他们会冒着得罪皇兄的风险, 逼他处死孟参云, 却未必会逼他处死我。 所以, 保我对于皇兄而言会容易许多。 而他呢, 由于不太懂诗, 反而在紧要关头, 帮皇兄想到了一个保我的思路。 如果我没有把罪名揽到自己身上, 仅靠歪截几句诗, 未必能救下孟参云。 所以不必谢我, 他冷淡地看着我, 是你愿意为他而死, 他才活了下来。 说完, 也不等我回应, 他便转身出了房门。 我望着他的背影, 欲言又止。 经此一试, 他一定已经明白了我的情之所系。 不必纠结如何向他坦诚了, 我的内心却轻松不起来。 我叹了口气, 试了试汤药的温度, 就把孟参云叫醒吃药。 他睁开眼, 却不看我, 只是神情淡漠地躺在那里。 我以为他是太虚弱了, 也没多想。 谁知我把勺子递到他嘴边时, 他竟一言不发地转头, 躲开了。 我证了证, 随即明白了他在想什么。 生气了, 他不言不动。 好吧, 那等你气消了, 记得自己把药喝了, 我站起身, 我去陪北明吃晚饭。 刚刚转身, 一脚就被扯住。 我忍笑转回去, 见他凝眉注视着我。 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落, 一时间我也情难自禁, 扑到他怀里嚎啕大哭起来。 好了好了, 都不提了他哑声道, 今后我们一起, 好好活着。 第二天, 齐北明下朝回来, 说薛芬被皇兄下了台狱。 原来, 孟参云对薛芬说的明日必大礼以报, 不是狠话, 是实话。 他早就搜集了薛芬的罪证, 其中最重要的一份, 由他的友人按照早先的约定, 今日送达了京城。 说明日, 还真是明日。 孟参云告诉我, 他的腿是因为拒绝向薛芬下跪, 而被他打断的, 关于那些诗词的事, 他承认得非常痛快, 但薛芬还妄图 把许多其他罪名栽赃到他头上, 他拒不划压, 这才遭了数日的酷刑。 也不知皇兄是否有意为之, 将薛芬投入了浴室台监狱。 孟参云偶尔也会表现出 一些读书人的迂腐气, 但幸好他不是一个不记仇的人, 只是如今他还没恢复, 不太方便自己动手。 那就让我来帮帮他。 没过几天, 薛芬在狱中自尽, 消息是齐北明告诉我的, 彼时我正在院子里 陪着孟参云晒太阳, 听完叹息道, 也太不坚强了。 嘖嘖, 齐北明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看, 看得我浑身发毛, 不由问他道, 怎, 怎么了? 孟参云不乐意了, 齐将军, 你又吓到他了。 齐北明后曹牙动了动, 从鼻子里一出一声冷笑, 我倒觉得, 她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 我惊呆, 我吗? 齐北明不看我, 眼神死定在孟参云身上, 为了你, 她什么都敢做。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耳朵。 孟参云的嘴角缓缓抬起, 她似乎不想笑得太明显, 可终于还是没忍住, 得意地笑出了声。 齐北明这回没打算揍她, 只是转头看向我。 阿瑶, 我准备走了。 我们三个人难得和谐地坐在一起。 齐北明说, 她自请戍边, 皇兄已经同意, 今晚便要动身。 走得这么急吗? 我无措地和孟参云对视了一眼。 这次的事, 我们二人蒙受了齐北明的大恩, 还没商量好如何回报, 她却就要离开了。 齐北明丢过来一个白眼, 在你们家, 我住得不痛快, 明天再走我都嫌晚。 我尴尬地搅紧了手帕, 经此一事, 我才知道阿瑶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齐北明冷声道, 当年我重伤, 阿瑶也提心吊胆, 却不曾像看到你受伤时那般痛彻心扉。 她口口声声说, 爱我这样的英雄, 却并未主动问过我半点征战见闻, 未观看过我的一朝一世, 但你的字, 她模仿得形神俱四。 更重要的是, 她转过头, 目光平静地落在我身上。 在我面前畏畏缩缩柔柔弱弱的阿瑶, 竟然能为你一夜之间变得冷静, 果敢, 坚强, 甚至凶狠。 还有, 她再次望向孟参云, 眼神一暗, 在狱中, 我特意看了看你的后背。 我和孟参云都是一愣, 除了新天的边商外, 光溜溜地, 齐北明语气分外阴沉, 没有找到一处疤痕。 孟参云还是一头雾水, 我却明白了她的意思, 脸颊一下子就燃烧了起来, 结结巴巴地道, 对, 对不起, 我不, 不是, 故意的。 我倒但愿你是故意的, 齐北明自嘲地笑了笑, 所以, 你根本没有爱过我, 那当年又为何请止赐婚呢? 嗯, 我的理由还没编出来, 怎么办? 然而, 她并没有等待我的答案, 便道, 联想到我家当时遭遇的祸事, 我就去问了我的爷爷和父亲, 真相我已知晓, 齐北明起身, 郑重抱拳, 感谢二位大义, 牺牲终身幸福, 救我全家性命。 与此相比, 我不过是为二位胡乱解读了几首诗而已, 实在不足以抵偿。 她叹了一口长气, 谢谢阿瑶送我一场美梦。 抱歉耽误了你们五年, 祝你们琴瑟和鸣, 早生贵子。 说完她转身就走, 似乎并无半分留恋。 我想跟去, 帮忙准备行李。 刚迈出两步, 呼绝一阵晕眩。 紧接着就干熬起来。 方方, 孟参云想扶我, 无奈还站不起来, 齐北明听到动静, 转头把我扶回房间。 太医来了, 一枕脉, 笑道, 是喜脉, 已有两个多月了。 恭喜长公主。 恭喜, 啊, 她不知道下一个该恭喜谁。 孟参云和齐北明在对视, 双方的眼神都颇不友善。 小叶贴在我身边, 一句话也不敢说。 我抚摸着自己的小腹, 内心叹息, 宝宝你看, 他们好像都不是很欢迎你呢。 这时, 奶娘闻性赶来, 抱着我喜极而泣, 公主您看, 老奴就说应该都留下吧。 室温骤降, 我一把捂住了奶娘的嘴, 孟参云的双腿日渐恢复, 我显怀时, 她已经可以扶杖行走了, 于是她就坐不住了, 总想照顾我。 我怕她路走多了, 恢复得不好, 就勒令她放下琐事, 先给宝宝取几个被选的名字。 她这才乖乖地在岸边坐了十来天, 写费了好几张纸, 终于在一个夜晚, 拿了十几个名字给我看。 我选了一个男名, 一个女名, 问她意下如何。 她咬着嘴唇, 似盯着那张纸, 似乎在疯狂纠结什么。 过了好半天, 她才抬头, 像小孩子要糖果似的 拉住了我的衣袖。 方方, 你打算让宝宝, 姓什么? 我脱口道, 那当然是姓。 说到一半, 我突然意识到了 她话里的意思。 我忍住笑意, 杨木推开了她的手。 怎么, 要是姓齐, 你想扔了她吗? 怎么可能, 她重又摸回来, 只要是你生的, 就是我的宝贝。 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 我点头, 哦, 既然你不在乎, 那就跟我姓好了, 这样不会出错。 她委屈巴巴地应下, 也好。 我忍了又忍, 故作忧愁地道, 不过有一句话, 我如今必须跟你说了。 她悄悄竖起一只耳朵。 我终于忍不住了, 贴到她耳边低笑道, 本公主可以保证, 肚子里的宝宝, 使梦浴时亲生大。 她顿时笑成了一朵盛开的喇叭花, 将我扑倒在床, 乱七八糟地亲来亲去。 我含笑伸手, 扯落为慢, 红烛香暖, 春光已拟。 从年少到如今, 历尽波折, 我和我的心上人, 总算收获了完美。 也祝我最珍视的过客, 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先看。